在意大利买了那么久的鸡蛋 你知道蛋格上代码的含义吗 意大利国人街消息 今天我们在意大利的超市里购买鸡蛋 一定能够注意到鸡蛋上的预算数字和字母 或许会有很多人产生好奇心 这鸡蛋上除了生产日期看得懂外 其他的代码意味着什么呢 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编号 国人街小编可以确定 如果你读懂了这顿代码 你就能搞懂准备蛋的来源以及评释精深 鸡蛋上的代码具有它的分类性 对这枚鸡蛋的养殖方式 质量被别大小产地进行描述 小编将在文中足以介绍 既有们可以边看视频 边观察自己家买的鸡蛋 首先在鸡蛋的外包装上 标注了鸡蛋的大小 S代表53克以内的鸡蛋 M代表53到63克的鸡蛋 L代表63到73克的鸡蛋 XL代表了超过73克的鸡蛋 鸡蛋壳上的第一个数字 代表着鸡蛋不同的养殖方式 有机养殖数字0 表示来自有机农场 养殖的场地开阔 室内的每平方米最多养殖6只母鸡 开放散养数字1 表示农场有开放的空间 但是每只母鸡的生活面积 不是有机农场的一半 土鸡蛋数字2 表示散养 但是养殖停在室内 不是有笼子 密集养殖农场数字3 表示母鸡被关在笼子里 并别放在一起的养殖方式 这个养殖的条件 完全会影响母鸡产租鸡蛋的质量 在它之后会显示生产国家的缩限 来自意大利就会显示IT 然后是生产市政府的Espat的缩限 想要知道来自哪一个城市 必须访问ISPAT网站查询 之后两个字母代表着省份字母的缩限 挺随其后的三个数字 则是农场的识别代码 这个识别代码 在鸡蛋出现问题的时候 会变得十分有用 它可以帮助我们精准地 找到具体的养殖农场 而鸡蛋在意大利被明确分类 C类是表示新鲜或特新鲜的鸡蛋 B类是表示次等或腌制的鸡蛋 C类表示是主要用于食品行业 如果我们购买的食品成分中 包含鸡蛋的成分 那么用的就是这一类鸡蛋 如果包装中出现Extra这个单词 那么代表着距离它的生产日期 最多不会超过9天 同时我们还需要记住的是 鸡蛋立法律规定 所有的鸡蛋有效截止日期 是自生产后的28天 超过了这个时间 会被认为是不新鲜的鸡蛋